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就是猪眼的家 在这个院落的最底间开门迎接的正式猪眼 一个年纪21岁的滑稽少女 那看起来跟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没有二样 真的是太不真实了 怎么可能这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子 是啊 国历八八年 苏兔子 我非常的震动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跟画面上的这个人物的反差太大了 朱燕一开口讲话 天样化的心里咯等一下 尽管之前她已经见过朱燕的照片了 但当这个女孩子胡生生的站在眼前时 她们还真是一时无语 21岁 真的她的脸上的皱纹 整个的那种轮廓的给人的感觉 她那种皮肤松弛的那种状态 我的妈妈是65岁了 她比我的母亲都先老 我自己是医生 就是看到这个案例以后就觉得没见过 在我所掌握的文章资料里面 就没有发现一例这样的病人 天涯化想起了在半个月之前 作为网络安心特区的版主 她所接到的那篇转载来的文章 文章是刊登在金花时报上 关于朱燕和她突然变老的报道 当时天涯化和同事周宁 只是十分好奇女孩的病症 可是现在真正见到朱燕本人时 她们的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当时这个孩子的情绪状态非常的糟糕 我能不能变回到我以前的那个样子 就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其实在听她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可怜 朱燕之前已经通过网络和周宁相互认识了 这一次天涯化等人的来访让她十分兴奋 朱燕的父亲和奶奶也一起出来迎接客人 大家围坐在一起 十天涯化发现 朱燕清长性地重复着一个动作 她不停地在揉眼睛 我就仔细问她 我看她不停地拿纸巾和手破擦眼泪 我以为她都哭了 另外她说我不舒服 我说你怎么老是在擦 她说我这个眼睛有时候睁不起来 因为皮肤就是太多了吧 然后就是挡到了 然后眼睫毛呢 也可能想是倒结 然后经常又眨到眼睛 走到哪里泪流到哪里 很痛苦 朱燕上眼瞼部位的皮肤已经萎缩和下垂得像一位百岁老人 近几年里她的睫毛倒生经常会扎到眼里 而且她眼部下垂的皮肤已经遮挡了部分视线 这妨碍了她正常的视力 那么她现在就觉得看东西的视野缩小 就比较费力 另外加上上眼瞼倒结 这样她经常会流眼泪 如果说现在得到及时的资料 应该可以从功能上解决一部分问题 除了眼睛之外大家还注意到 朱燕的皮肤松弛情况只发生在面部和颈部 单看面容 朱燕甚至比坐在她身边73岁的奶奶更加老态隆重 但是她其余部位的皮肤 却仍是一个十大九岁的少女该有的光滑和富有弹性 尤其是她少女的姿态 身材和表情 无处不显示出对方是一个青春期的妙龄少女 这种含苞欲放的青春 与极度的衰老 矛盾的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作为女人 周明的内心 振振发尽 所以作为朱燕来说 她现在的这种 可以说遭遇 最想把自己的所有的美好 展示给时间的时候 但是她没有 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心里挺痛心的 挺心疼这个女孩子 朱宁很自然地想起了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的年龄和衰老程度的关系 20岁之前 人们的激素水平是一个逐渐往上走的过程 整个面部看起来猪圆欲润 25岁之后 我们的眼部下巴和嘴巴部位的皮肤就开始出现皱纹了 50岁之后 皱纹会随着身体的老化更加明显 衰老是一个时间逐渐积累的过程 历经岁月才会刻上深刻的痕迹 但是朱燕的这张脸竟比正常人加速衰老了五到六倍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一个花季少女会拥有这样一张面容呢 朱燕的家位于广东丰顺县硫磺镇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家里共有三个孩子 朱燕排行老大 她从小有奶奶护养长大和奶奶感情很深 16岁之前 朱燕一直是一个健康正常的漂亮女孩子 她暧昧经常会买些与年龄不相符的护肤品适用 2004年正常高一的朱燕 仅使用廉价的珍珠粉敷面 导致皮肤过敏 浑身齐满了蕁麻疹 她搔痒难耐 在镇上四处求医 很着急 然后病急乱投医 就是这个抗了还不到 持有还不到几天 我就觉得没效果 然后又抗过别的医生 就是特着急你知道吗 顽固的蕁麻疹反反复复持续了两年所有 17岁的那个夏季 有一天朱燕突然发现 镜子中的自己皮肤松弛 下垂 镜子老了20岁 吓死了 就是从这两片 那个皮肤就突然就变得有点瘦了 瘦了之后 那个红红红的不见了 然后就突然就萎缩了 就感觉是皱皱的了 我以为就是说是可能是急速那种 弄成应该会好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蕁麻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皮肤的松弛重叠和下垂 而且这种现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怎样保养用药都不能缓解 家里人都认为是朱燕不正当的使用激素类药物引起的皮肤的衰老 可是医生证实 像朱燕这种严重的皮肤松弛现象 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是药物所致 他们说不会 他们说就是磨这些东西 就是磨到急速高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磨了 就是说急速性依赖 什么急速依赖性皮炎 就是那种怎么说有长很多疙瘩的那种 就是说不是这样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朱燕突然变老了呢 朱燕很想赶快解决掉脸部的问题 因为容貌已经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在高中的校园里 他已经不经意的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那些看他的目光里有同情可怜和难以置信 十七八岁本身女孩子皮肤最水润嫩白的时候 可朱燕的脸却像一个毫无水分的橙子 容貌似乎给他的生活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原本美好的事情都变成了痛苦的经历 朱燕不敢穿鲜艳的少女装了 也放弃了上去买衣服的爱好 我没有买过衣服 好几年都没有 就是说穿好看的 那也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老太婆好时髦 然后床的不好看的也不响 所以就整天也 而且出去如果看那些比较漂亮的衣服 但人家会觉得好奇怪 她的心也很紧 你快一点的话这个面搞好什么 所以再到家里整天都要这样刷 刷很少 朱燕的父母四处凑钱带着女儿去各地求医 连续几年下来 女儿的病情没有什么改善 家里的钱也花光了 父母彻底束手无策了 我去哪个医院看啊 看来看去都没什么结果 查了好多 到底是什么过引起的也不知道 打算啊 也是没钱 就这样下去啊 我的心里是这样很烦啊 滑稽少女突然变老并且无药可治 这让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 大家猜测会不会是哪个医学上还无法攻克的难题 早衰症呢 这个名词让初见一家人惊恐不已 我觉得外貌很像吧 早衰症不也是看上去像个老头老太婆 我有差也对比了一下 早衰症的话 一般就是说从很小就开始发病 然后很早就腰直了嘛 我也很怕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也没底 早衰症又被称作儿童早老症 患病的儿童虽然在出生的时候看似正常 但一年多后就会出现脱发 加速衰老等症状 通常在13岁左右 会因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而死亡 早衰症儿童的衰老过程 比正常孩子要快步到十倍 专家认为 这是由于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细胞核畸形造成的 有人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人的生命过程比喻成一个中标 从孩提到晚年 正常人需要走八十年 而早衰症病人只需要走五年 或者更多一点时间 病人的衰老就是先从表皮到骨骼 再到内脏 最后死亡 了解到早衰症的知识后 突然在心里更加坦克不安 内脏我当时查了那心电图就没问题 当时具体真的有没有问题 不确定 自此之后 早衰症的阴影时刻笼罩着猪眼 据猪柳一回忆说 女儿变得易怒又极度敏感 她担心视力 担心脱发 担心生命会突然衰竭 她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大学 也拒绝在和同学和朋友们来往 更为可怕的是 朱燕竟然轻率地选择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师想自杀 曾经是傻瓜 吃药 吃药后来被家里人发现了 比如我 给这个大的 这个女儿 搞到现在 心里很乱 一看到她就乱 在病情还没有完全诊断清楚之前 朱燕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此刻朱宁想起 一个月前 她见过面的23岁的山东小伙子 李兆路 小李和朱燕得的病 经历非常相似 也是16岁法病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老头 小李的病症 也没有得出明确的诊断 可在朱宁的印象里 小李非常乐观 她上了技校 学了手艺 并开始找工作 要自食其力 同样的年龄 同样的遭遇和不幸 朱燕 怎么会这样消沉呢 其实每一个人 她的这个性格反映出来 都是她整个的 这个成长经历 和生活环境 所决定的 她不是一朝一夕 养成的这个性格 朱燕的 现在的这种心灵状态 她其实不是一个 积极正面 很阳光的一个 一个年轻人 所应该有的心理状态 说起女儿的消极 朱六一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 朱六一和妻子 常年在外地打工 朱燕的弟弟妹妹小时候 由他们待在身边抚养 唯有大女儿朱燕一直跟着奶奶从小到大 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他们做父母的很少参与 印象中 这个大女儿喜欢争强好胜 但这次孩子得病 让他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朱六一和妻子此刻才发现 这个孩子相当的自我 而且也相当的脆弱 现在这个年轻人说话都不行 不太好 都是整天又全 又快一点把它做好 都是这样说 没什么体谅那个父母的心情 做父母肯定又把你做好吗 这比较 你不会插毛 急嘛 你太急也不行 这样 朱燕的急躁和不体谅 惹得母亲也十分烦恼 有一次朱燕的妈妈忍不住 发了牢骚 朱燕便一下子跑到家对面的池塘店 待了很久 之后朱燕对母亲的态度 更加冷若冰霜 他妈妈说话呀 没什么会刷的 这个我还清楚 都是两句话这样刷下去 哎 这个女人潮舍人楼花了很多钱 哎 现在是心烦什么 他妈妈都是这样的心情刷出来 他肯定又和他妈妈吵嘛 感觉伤害很大吗 很痛苦 很痛苦 我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说 朱燕那种心里的孤独 无助 朱燕就认为我在家里面 那你们会认为我是个累赘 那我就尽量的 就跟你们保持距离 所以他也跟妈妈说话 态度方面呢 两个人沟通 应该来说 都很少有沟通 即便是有说话的话 两个人说话的 都很不对劲 这样呢 其实这个孩子呢 就心里面问题 就越来越严重 朱六一的描述 让田亚华有了判断 朱燕从小有奶奶待大 自我意识很强 她缺乏安全感 尤其是得病之后 性格变得更加敏感多疑 此时的朱六一夫妻 应该收起抱怨的情绪 多给女儿一些心灵上的 鼓励和支持 否则长此以往 朱燕的心里 会更加的不健康 也是他父母不懂得 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以为 是这个孩子有吃有穿 他饿不着动不着 这个孩子就算是 他们尽到责任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每个孩子需要的 心里关爱的程度是不同的 特别是像朱燕 得了这场怪病以后 他就更多的需要 这种关爱和呵护 是心灵的沟通 如果说我们现在放弃 对他的这个 精神层面的关爱的话 你们父母心 都像过生人一样 对着他的话 这个孩子 即便我们有很好的医疗手段 我们把他这张脸 恢复到 二十一岁的少女的状态 那这个人也是一个 我们应该说 也是个病人 也是个心里有病的人 是 我都不明白 听到现在来 他给我刷 晚上早上 比他明白一点 此刻朱刘 也意识到 做父母的疏忽 也意识到 女儿的问题 不仅仅是 解决容貌 那样简单 他恳请得到 天涯化的帮助 孩子的心理问题 该怎样对待呢 他的病到底是不是 早晒症的 女儿 还会有未来吗 死亡的阴影 让他终致惶恐不安 生命的秘密 何时能够解开 少女的命运 能否得到改变 敬请收看 健康之路周刊 我怎么变老呢 2009年7月 天涯化帮助 朱燕在深圳 联系到几家医院 做进一步的 检查和治疗 朱燕的病 到底是什么 这个孩子 能走出 记忆的医领吗 我的心愿 是比较美好的 我尽量不去 想不好的 现在确实是 燃起了他的希望 对美丽的这种渴求 但是朱燕的 这个心理预期 我一直在给他 做这个疏导工作 无论是 什么样的状态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先接受 但是不能去怨天尤人 或者是一下子就 跟任何的人 去产生矛盾 这样是 其实是一个 很不理智的一种 表现形式 朱宁陪同朱燕 在深圳几家 相关的医院 做了熊头 笔钞 筋电图 和一些必要的 生理生化检查 20天之后 朱燕的检查结果证明 他的各项指标 包括了体内的器官 都很正常 医生们还排除了 朱燕家族遗传的可能性 自此医生们确定 朱燕的病 并不是早晒症 因为他不具备 早晒症的遗传 和器官衰竭的特性 知道自己不是早晒症 朱燕一下子兴奋起来 他把脸笑容 却只开始幻想自己很快治愈后的容貌了 我想变漂亮 很希望是接近 是跟自己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当然是我最希望的 或者是能够比以前更漂亮 那更好 因为他自己的期望值很高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 对他自己的成长 包括他整个的治疗 下一步的治疗阶段和康复阶段 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朱燕的话语 透出隐隐的担心 朱燕的幻想并不是乐观 而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表现 大家都很清楚 尽管排除了早晒症的可能 但是朱燕的病 绝非普通的皮肤病那样简单 否则不可能任何药物都没有效果 可是一旦病情搞清楚了 朱燕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吗 7月27日 医生又为朱燕做了皮肤的病例检测 最终 病情的诊断 基本明确 获得性的皮肤松症症的这种诊断 获得性皮肤松症症原因不明 大概国内的报道 从现在互联网上能检索到的 可能也就是十几篇 这种个案报道 十几篇 其中女性的 获得性的 局限性的就更少 比较罕见的病人 根据各项检查结果 朱燕被诊断为患有一种 世界罕见的 获得性皮肤松症症 获得性皮肤松症症属于 皮肤松症症中 最遗传因素的另外一个类比 这个病的基本病因并不明确 患者可以在任何时间起病 病发湿疹 寻麻疹等 它的症状表现为 外貌苍老 身体的某个部位 和某几个部位的皮肤松症下垂 根据国内外近20年的 文献资料显示 全球仅有部署实例的 病人记载 朱燕很有可能是 国内第一例 获得性皮肤松症症的 女性患者 我不知道 一切就是救给医生嘛 朱燕和家人 对这个病症 几乎一无所知 但他们希望 能够尽快得到治疗 对此专家说明 获得性皮肤松症症 因为病因并不明确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 还没有办法治疑 并且根据朱燕的病例结果显示 她的病还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中后期时 皮肤松症的情况 会更加严重 放弃霜 活着也更没有意义啊 病情终于诊断清楚了 可朱燕觉得 自己倒像是拿到了一张死亡判决书 无药可治 而且还会变得更加丑陋 这个结论彻底击毁了朱燕 她烧毁了之前的照片 也不去整理凌乱的长发 她放任自己乱发脾气 并迁怒于身边的每一个人 甚至 连朱燕最信任的周宁 也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机缘和刻薄 她讲话能把你一个人 撅到墙根上 然后再拿钉子敲两下 钉死了才过意 她每天就直在关注她这张脸 因为你现在的疾病 除了影响你的容貌以外 并不影响你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从心态上来转变认知 接受自我 衰老对于朱燕而言是一个不幸 但朱燕的不幸 不仅仅是容貌上的缺陷 她的病症并不会给身体 带来巨大的伤害 她还可以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况且据了解 目前医学上 也还是有幸运的手段 可以减轻朱燕衰老的程度的 目前短期有效的 就是整形外科手术 似乎现在看国内外的报道 只是整形外科是 唯一有效的办法 但是她不能为他们提供 长期的这种保护 即使这次手术的成功 由于她病情在继续进展 所以也可能在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她又出现新的皮肤松弛 所以多次的整形外科手术 可能是她需要做的 天涯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朱燕 医学上可以使用外科整形手术 和中医治疗相结合的方法 来帮助朱燕改善外貌 这样她至少可以恢复一些自信 假以时 随着医学的发展 这种肌定的治疗 也许就会有新的突破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对朱燕的救助的话 远不是我们手的刀 和我们药物这么简单 那更多的是怎么样 让她有一个好的心态 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她只有坚强面对 她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对朱燕而言 她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在于得上病 是皮肤松弛 或者是早衰 或者是其他什么疾病 她最需要的是面对现实 改变对待疾病 对待生活 和对待亲人的态度 此刻朱宁 讲解了山东合泽 23岁的男孩 李肇露 她要把朱燕 介绍给小李认识 朱燕 来 见你那个李肇露 狗肉 朱燕 喂小洛 给你介绍啊 朱燕 朱燕在我这 你跟他聊两句啊 说说话你们两个 朱燕在梅州时 就已经听周宁说起过 李肇露这个男孩 对于这个和自己 同病相恋的人 朱燕感觉十分亲切 在网络中 李肇露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自己是父母抱怨的孩子 因为疾病 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不是妈妈亲生的 用妈妈妈的时候 我都知道这个事 我妈妈是家里面重要的支柱 我就是妈妈的一个警人支柱 因为妈妈的一个警人头 他都能踢下来的 如果我要是说不在楼 妈妈肯定干活弄下来 肯定他又没有在那里 警人头的 李肇露并没有自杀 因为父亲的去世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家境贫寒 哥哥姐姐都是残疾 现在父亲走了 只有他可以帮助母亲 他必须支撑起这个家 于是小李反而乐观的 面对现实 他上级校 学手艺 现在也找到了工作 尽管有些医生诊断 他得的病是早衰症 但是他考虑最多的 还是母亲和这个家 做好就好了 做好就好了 小李的阳光孝顺 自立自强 让周燕印象深刻 尤其是小李不管自己的病 能否治好 最大的愿望 却是母亲能够健康地活下去 周燕很受触动 他立即联想到自己 自己从未想到过 为家人做些什么 也从未体谅过父母的心酸 自从得病后 他都是一味地索取和埋怨 甚至母亲现在都已经在学习 如何和他沟通交流了 但他这个女儿还没有对妈妈说过一声谢谢 此刻的周燕 十分惭愧 其实他们为了我 很拼命很努力地工作 而且 就是说也一直不离不弃这样 现在很深地体谅到我 自从和我聊天之后 周燕突然发现 身边一直有那么多关心自己 呵护自己的人 他开始懂得体贴 直到感恩 其实社会上 比我更长的人还更多 但是他们好多都是那么积极地向上 所以我要努力改变 2009年8月 深圳的一家整形美容医院 为周燕做了眼部的整形手术 解决了他道解和影响势力的问题 此刻的周燕性格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他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 面对未来了 他自学了计算器知识 准备治疗之后找一份工作 自食其力 不管未来 还将面临多少困难 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永远是他 心灵的支撑 与不继续 保证 段落 不继续 时刻的